创世纪第21章 以和华按照心前的话眷顾萨拉 便照他所说的给萨拉成就 当亚伯拉罕年老的时候 萨拉怀了孕 到神所说的日期 就给亚伯拉罕生了一个儿子 亚伯拉罕给萨拉所生的儿子起名 叫以撒 以撒生下来第八日 亚伯拉罕照着神所吩咐的 给以撒行了割礼 他儿子以撒生的时候 亚伯拉罕年一百岁 萨拉说 神使我喜笑 凡听见的必与我一同喜笑 又说 谁能预先对亚伯拉罕说 萨拉要如养婴孩呢 因为在他年老的时候 我给他生了一个儿子 孩子见着就断了奶 以撒断奶的日子 亚伯拉罕 摄败丰盛的言席 当时 萨拉看见埃及人下甲 给亚伯拉罕所生的儿子戏笑 就对亚伯拉罕说 你把这使女和他儿子赶出去 因为这使女的儿子 不可与我的儿子以撒 一同承受产业 亚伯拉罕 因他儿子的缘故 很忧愁 神对亚伯拉罕说 你不必为这童子 和你的使女忧愁 凡萨拉对你说的话 你都该听从 因为从以撒生的 才要称为你的后裔 至于使女的儿子 我也必使他的后裔 成立一国 因为他是你所生的 亚伯拉罕清早起来 拿饼和一撇袋水 给了下甲 搭在他的肩上 又把孩子交给他 打发他走 下甲就走了 在别是巴的旷野 走迷了路 皮带的水用尽了 下甲就把孩子 撇在小树底下 自己走开 约有一箭之远 相对而坐 说 我不忍 借孩子死 就相对而坐 放声大哭 神听见童子的声音 神的使者 从天上呼叫下甲说 下甲 你为何这样呢 不要害怕 神已经听见童子的声音了 起来 把童子抱在怀中 我必使他的后裔成为大国 神使下甲的眼睛明亮 他就看见一口水井 便去将皮带盛满了水 给童子喝 神保佑童子 他就舰长 住在旷野 成了弓箭手 他住在巴兰的旷野 他母亲从埃及地 给他娶了一个妻子 当那时候 亚比米勒 同他军长菲格 对亚伯拉罕说 凡你所行的事 都有神的保佑 我愿你如今在这里 指着神对我启示 不要欺负我 有我的儿子 并我的子孙 我怎样厚待了你 你也要照样厚待我 与你所寄居这地的民 亚伯拉罕说 我情愿启示 从前 亚比米勒的仆人霸占了一口水井 亚伯拉罕为这事 指责亚比米勒 亚比米勒说 谁做这事 我不知道 你也没有告诉我 今日我才听见了 亚伯拉罕把羊和牛给了亚比米勒 二人就彼此立约 亚伯拉罕把七只母羊羔 另放在一处 亚比米勒问亚伯拉罕说 你把这七只母羊羔 另放一处 是什么意思呢 他说 你要从我手里 受这七只母羊羔 做我挖这口井的证据 所以他给那地方起名叫别士巴 因为他们二人在那里起了事 他们在别士巴立了约 亚比米勒就同他军长飞隔起身 回非力士地去了 亚伯拉罕在别士巴 栽上一棵垂丝柳树 又在那里求告耶和华永生神的名 亚伯拉罕在非力士人的地 寄居了多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